第一句话就讲太阳 第二句话就讲太阳光 第一句话就讲我们的自信 第二句话就讲我们的智慧 第三句话呢 伴用此信 而从你的智慧 以从你的本体 由于智慧所用出来的 伴用此信 你这个心就是什么心 你这个心就是活心 也叫不出你心 是正能正见的心 这个心不是众生之见的心 那如果你有正能正见的心 那你就直接 直了就出过去了 所以就是这一本诗的核心重点 那或许今天非常的难得 虽然或许没有办法 到我们人文讲堂 没有到我们的宜蘭去 非常遗憾 但是佛学只不过呢 因为主办答案的需要 那佛学呢 就在台南很简单的几句话 十周的语言给各位做一个报告 好 那也在这里 在台南道场 祝福 那我们宜蘭 陈董 陈董夫人 在古山水文文讲堂 所开办的这种法园 这种法会 会一年比一年的圆满 一年比一年的成长 我相信未来 我们这文明讲堂 会培养一群大菩萨 大小巿大菩萨 最后祝各位身心愉快 身体健康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欢迎大家 好 谢谢